最容易激发女性荷尔蒙的几种方法 学会一个胜过百句情话 特别是最后一个 90%的男人都以为 女人最喜欢听的就是甜言蜜语 结果呢 和女人相处久了 你会发现 女人把甜言蜜语听多了 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此呢 聪明的男人都会改变策略 利用他们相处的机会呢 做一些小动作 来激发女性的荷尔蒙 有这几种小方法呀 只要你学会了一个 真的是胜过一大堆的情况 接下来就让我偷偷的告诉你啊 第一个呢 帮女生梳理头发 所有的数据证明 让女性有恋爱心动的 就是男生抚摸女生的头发 帮女生把凌乱的头发给整理好了 这个时候女生会觉得 哎呀 你是个特别温柔 特别贴心的男人 第二个呢 就是轻轻的抚摸她的后背 女生的后背呢 很敏感的 当你和她坐一块的时候 不知道这手放哪里啊 我告诉你 你就把你的手放到后背上 说不定啊 她还想依偎在你怀里呢 第三 你一定要记住了 有的女人随便说一句话 说不定就是她内心想要说的话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完全可以记住她说的这些话 说不定啊 某一天 你就能够给她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最关键的一点 作为男人 你一定要时刻保持一些神秘感 你学会了吗